陳昊森在北中南舉行新專輯簽唱會 面對網友質疑他是否在實境節目中被周星哲霸凌 陳昊森今天也首度做出回應 哇 不是不是 沒有不是Eric啦 是是 是其他霸凌 是 沒有啦開笑了 沒有沒有他沒有霸凌我啦 是我們其實就是從第一天認識 第一天我們還不熟 然後但到第一天晚上的時候 我們大家一起一起聊天的時候 我覺得是他開啟了我的內心 就是他第一天晚上就跟我說 嘿 他是用英文啦 但我英文沒有辦法那麼 那麼溜我就弄中文講 他一直就說 嘿從今天開始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最好的兄弟這樣 然後是那一刻我還在緊張 因為我跟大家不認識 然後就那一刻我會覺得說 哇就是我已經被一個人接納了 所以我非常感謝他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 我跟人很好的那種相處 我是會一直嘴 嘴炮 我就是會打嘴炮那種 他說喔那他也是 所以就是即便我們兩個在節目上互嘴啊 什麼的那個感 我那個流淚跟感動其實是來自 就是 我是一個很煉家的人 然後那時候在台東工作 然後我覺得 呃就是 呃跟大家一起相處什麼的 是很開心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啊好想要回去陪陪短檔啊 或是好想 好想代表人回台北 什麼跟家人見面 什麼 因為家人都會打對方來 然後就可能情緒比較激動 這樣子 這第一次有人那麼直接跟你說 就是兄弟 這樣子 算是演藝圈第一次 對 演藝圈第一次被 被這麼說 所以其實到現在我都很感謝他 然後在 記者會的時候 他也錄那個祝福影片嘛 他說希望就是 好像希望我可以去他的演唱會 還是希望他可以來我的 期待你開演唱會 期待你開演唱會 期待我開演唱會 對 希望你可以開演唱會 對 那他會來嗎 我說當嘉賓 就靠你 靠你 好